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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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老人唱开始了 我在坐上来 今天什么唱调都有 现在我这个开始的是港仔唱 很谢谢一席 这么老人把我飞过来 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安排这个活动 几年前我完成了一部叫《坏孩子》的纪录片 《坏孩子》是一部关于三个地方 这是日本杂皇 香港跟澳门 三个地方里头活在所谓的感化院里头的 年轻人的纪录片 所谓感化院呢 这这边好像叫少管所 就是一些青少年 他们还没有成年 可是他们被法庭判为有罪 所以呢就把他们送到一些 类似学校 又类似监狱的地方 进行再教育 我在香港放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有同学 有朋友 就离客问说 什么类似嘛 学校不就是监狱吗 没差 可是呢 对于一些洗纸睡的又好动又敏感的年轻人来说 被困着八个钟头 各被困着八个月 需要很大的差别 我本来没有拍这部片子的 十三年前 我刚刚拍完的一部剧情长片 故事片 有点累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跟自己说 哎 我一辈子不要再拍片了 我通常每几年 就跟自己讲一讲这句话 最近我又在讲 就是在这个时候 然后这个之前呢 我其实已经拍了一堆 拍了十几年一堆那种实验片啊 纪录片啊 就是辣椒巴扎的一堆东西 好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在澳门的有一个老同学 好朋友 就也是跟我一起在美国学电影的 然后就特别打过来在香港 问我说 嘿 邱静 我最近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我在澳门的一个男童院 就是男生男的年轻人 住的那些人感化院 里头叫小孩子拍片 你要不要来帮我叫女童的部分 我就听到就觉得 哎 好好玩哦 好好啊 好啊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家里头 所有的器材 那个录影啊录音器材 就全部收到包包里头 所以我前面有个包包 后面有个包包 然后左右收到提的包包 然后一个人就冲上船 就大船去澳门 从澳门回来以后 我又刚好接到一个机会 这是日本基金会 请我去北海道这个城市炸火 做一个驻留艺术家几个月 所以我就请基金会的朋友 帮我联系 当地的一个女童院 也让我可以进去照小孩子拍片 从日本回来以后 我又在香港 离科地联系香港的一些感化院 也看看他们能不能让我进去照年轻人拍片 我本来以为顺利长江的 我就会进到女童院了 可是呢 凑巧的是 在香港呢 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这个案子最感兴趣的 最积极反应的 反而是个男童院 所以呢 我对这种有点跨越性别的题材呢 对以提的特别特别感兴趣 所以呢 我就离科地二娃不说 就离科地进了这个男童院 好 现在看以上就是这个男童院 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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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一封信 用录像来写一封 我写一封了 撺封上的玻璃瓶 就划进海 んで不拾了 不拾了 行吗 是吗 我去拍下来 不用了 我去拍下来 有点空 你有多一点点吗 对 你了 你了 你过来 你了 你了 太太溢了 你了 太低了 放开了 你了 中国人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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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还没出生 1990年代 我在美国纽约学习媒体理论 跟艺术创作的时候 也同时在一个爱疾病的机缘组织工作过 那个时候叫感染者拍片 然后协助建立他们的电视频道 那个时候常常讨论说 弱势人群 他们怎么能够自我呈现 然后他们的自我呈现 跟主流媒体 对他们的呈现 对他们的呈现 之间的落差 我们也常常谈到说 光是让他们掌握的媒体 也不一定就是所谓的复传 而是重点是 他们讲什么 而且怎么讲 而且我们用什么样的框架 来了解这种话 回到香港教书以后 在大学里头 在这种所谓很精英的年轻人面前 大学生 我慢慢地习惯了 我自己一个人讲 既然自语 既然自语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呢 进到赶化院 跟这些所谓的边缘小孩的互动 却特别地让我提醒我了 我自己在纽约学习到的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弱势人权 在社会上所谓比较边缘的人口 他们因为长期地被社会不断地归勋 然后这种归勋压在他们头顶 常常地会把它们呈现作为某一种刻板形象 这种经验 其实我让他们越想反弹 越有那个挑战归勋 越想挑战这些刻板形象的那种潜在能量 怎么样能够让这种能量发飞出来 然后让他们的话能够被听到 同时也可能能够表达到 他们跟归勋之间的那种复杂的矛盾关系 也让听到的人从而能够思考一下 归勋的合理性 这个可能才是所谓的复传 不但是对这些所谓的弱势人群的复传 也是对于观众的复传 我去日本之前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去跟那个院照射 是希望能够还给年轻人 那个完全掌控自己表达身体的自由 他们喜欢录脸可以录脸 他们不喜欢他们不用录 他们怎么样的表达都可以 只要不伤害别人身体的大前提 他们就可以完全有这个自由 这个呢在日本是很困难的 在日本呢 很多很多东西呢 都是不是那么容易表达出来 社会的贵训很庞大 我在这个造色的过程里头 我学到很多东西 我慢慢看到 我自己可以在这个案子里头扮演的角色 首先 我们 我看着这些孩子 他们已经被困在这里的这个处境 我必须要面对 而且他们其实这个污名会伴随着他们一辈子的 怎么摔也摔不过去 我被迫要面对的 这是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非常无情无义 又精神分裂的社会 现在的年轻人 很少就被鼓励做出好多所谓的选择 比方说上网上哪里啊 我上网要铺什么东西给人家看啊 对吧 我用什么名字啊 我要French谁啊 Unfrench谁啊之类的 或者我要上网买什么 基本上呢 都是一些关于消费的选择 可是呢 对于这些年轻人 最最影响他们一辈子的生活的选择 他们到了青春期 却完全没有发言权 像他们要不要跟家人住在一起啊 他们能不能打工啊 能不能不上学啊 能不能拍拖啊 结婚啊 甚至于移民啊 这些呢 他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们很多人 其实都在做的 也常常在媒体里头 主流媒体里头 看着大家做的 都心脚不酸的 可是呢 我们就是不让 现在的年轻人去做 去尝试 去试试看 他们喜欢不喜欢做 现在的年轻人呢 越来越着手 可是我们就越不让他们做这个 做哪个 到他们 真的什么都不想做了 啥都不想做了 就躲在那个网络世界里头 做一个匿名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 找他们 管他们做 肥青 引青 现在最近香港很流行说 褪青 我们现在的世界啊 铺天盖地地 消费着少男少女的身体形象 可是呢 我们 却不让这些年轻人 有掌控自己身体的 很多很多的权利 一方面 我们很喜欢消费他们 很喜欢评价他们 很喜欢见识他们 可是一方面呢 他们又好像完全不能掌控 他们自己 任何的东西 我们把它们废掉 赢掉 就是在这种 其实有一点点虚伪的 有一点点精神分裂的成人世界里头 你可以看到 在我这个片子里头 年轻人很容易地 就呈现了他们庞大的孤单跟失落 在东亚洲长大 很多所谓的个性表达行为 都被认为是不正业的 就是你一定就是没有好事做 就做这种 很多个性表达行为 都在这些院里头 也被看成是地下活动 我的介入 就是希望作为一个外来的 教育工作者的身份 希望可以腾出一点点空间 让这些年轻人 有表达欲望 以及于经验 这个思考欲望的过程 而不是那么容易 就被罚的 被打回去 在日本 刚才说 很多个性表达行为 很多事情 年轻人都是不被容许表达的 可是那个不等于说 他们不做 很多日本的年轻人 有忌惨的行为 可是他们不能公开讲 很多少女 原教 可是不能公开讲 就像我在香港男童院 有一次我们讨论到 为什么要拍片 拍什么 什么好玩 然后有一个男生 就特别大大声地跟我说 嘿 我昨天晚上 拍了我这些masturbation 然后他觉得 他怎么长 智慧 他拍了这件事情 觉得就很有 很有奇迹性 就能够奇迹我 看我的反应 可是呢 我反而没有特别 觉得尴尬 也没有离开 要把它顺一顿 导师呢 我就微微笑地 跟他说 你什么时候 英文变得那么好了 这个机会 我希望就是透过这种机会 可以让我们 我跟你这年轻人 可以思考一下 怎么用比较平常的 没有太特殊的 没有觉得很丢人的 很受愧的这种态度 去面对身体的需要 异常的需求 身体的欲望 这个呢 也是 在生活 其实庞大 无边的 杂论无章的 很多 辣子巴扎的东西 整天在发生的 可是你选择什么东西 来表达 来呈现 给公众看 要怎么呈现 这种呢 就变成了机会 让我们可以 重新去讨论了 古人说 有欲 这不能无私 有私 这不能无言 所谓创作 学习创作 到对我来讲 可能就是 学习怎么活 然后 所谓活着 可能就是一个学习 怎么去整理 思考 于跟私之言 跟言 三个基建的关系 我很少的时候 就开始在报纸 杂记上 写东西 写专栏 现在回想 要不是 只是很少 可以写东西 有这个机会 我可能就熬过青春期了 创作对我来讲 就是对生活的回应 我其实几十年下来了 我就基本上一辈子都在创作 有钱的时候拍拍片 没钱的时候就回家写写东西 真的连写东西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 就做做饭 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创作 创作就是言嘛 就是对生活的回应 可是在我们这种社会长大 我在香港长大嘛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都在课上不鼓励说话的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在国内 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 连举手问个问题呢 都会被看成是一类的 就是同学跟老师都觉得 你干嘛 你今天出什么状况了 就是好像 你知道就是 你是问题 你举手问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重要 而是你就是问题 就是有这种社会长大 到你真的能够有一秘密空间 能够表达自我的时候呢 你其实通常长出来的 不是自己最想讲的话 而是其实长出来的 都是不爽 都是不满 都是愤怒 像我在香港男童院的 碰到的一个年轻人 一个男生 他被院里头看成小暴力倾向的 就是好像今天想救援这个样子 可是呢 到我教会他怎么用录像机 他能够自己掌握拍机子了 他坐下来 在自己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里头 然后呢 他开始长得 他最想讲的 就是他跟他家人 跟他女朋友 去山上勘愈出这件事情 我这一生人做一生的 就是我跟他家人 跟他朋友一起试试 那天的日出真的很美 尤其是咸蛋 真的很美 突然日出呢 我和我的女朋友 玩家吃饭 不过 不过 事后看回那张照片 我已经入了沙滩 那是法事的 看回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真的哭了出来 不过我和我爸说 我出到一定有机会 不及其心当 抓起来 好 你们要是有机会 看一看这部片子的话 就会看到 其实这个男生呢 他在讲 他跟家人 跟他女朋友 去看渔出 是他一辈子 最美好的回忆 他自己在拿着遥控器 没有硬衡找他的 他就自己拿着遥控器 一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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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了十九次 他自己NG了十九次 我就把这一个 七分钟的 他招给我的功课 有十九个NG的 这个功课 原封不动的 一刀没有剪的 就放进了我的片子 我希望 透过这个扫片段 可以让观众看到 这个年轻人 他的这种自我要求 这种完美主义 这种具着 跟我们在主流媒体里头 想象坏的年轻人 照他们做飞青 粉青 这种年轻人的形象 之间的庞大的落差 我也希望 可以让观众 思考一下 究竟这个年轻人 他自己在 平常的遇长生活里头 那种其实深深为了自我保护 深深埋藏的一面 从而可能也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对这些年轻人 他们本来有什么 完美的主义的这种性格 可是把他们放在 关着这种空间里头 的这个矛盾 跟这个关系 我是一个拍片很慢的人 剪这部片子呢 我剪了七年 我本来进这个案子里头的时候 我以为我就是 跟他们学了一堆潮语嘛 就变年轻了 可是到我剪完 从山洞里头爬出来的时候 这些潮语呢 原来没有人听得懂 都变成古文 我是透过剪接 去回应这些年轻人 对我的功课跟感情的 给我的功课跟感情 我也是透过剪接 希望可以帮助观众笑话 笑话什么呢 就是要是创作 是对生活的累积 跟笑话的话 我就是透过我的剪接 希望可以帮助观众 去笑话 这些孩子的生活 孩子的创作 十几年下来 现在的社会呢 的年轻人呢 越来越急于表达自己 越来越懂自拍 然后呢 自拍基本上变成了一种 肯定自我全在的 几种动作了 我这些是透过剪接 去回应这个越来越纪念 越来越个体化 越来越戏剧化的社会 然后也希望可以 从而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 这么容易被关起来 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犯错呢 究竟是怎么样的社会逻辑 把他们送来结旅的呢 当我们今天要求 我们旁边的年轻人 Anyway 乖一点 每一种时候 其实我们在强化 什么样的社会逻辑 我们这种制度 我们大家都认同的 因为是好的 这种制度 其实是把这些年轻人 照他们学习对错 还是其实只是在长坡他们 表演应错呢 有一些观众也可能就是觉得 你的片子就是一些大头教嘛 没有什么戏剧性高潮 也没有什么改邪归正 励志的故事 我就是想透过这些大头教 然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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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 你一直长这十几个二十个大头 慢慢地看下去 好像你就看着一堆 好久好久没有说话的人 他们突然要说话了 所以就一直一直说话不停 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这些小孩 他们透过我这个案子 这个电影的平台 好像能够看到彼此 也让观众一起地看到他们 作为一个群体 而且同时感受一下 经验一下 他们这种被框着的生活 被框着的头 那个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也有观众看完我这个片子之后 问我说 嘿 你究竟做了什么 为什么他们对你怎么好 跟你怎么招心 我其实也不曾知道 我的方法可能就是觉得 他们跟我跟你都没那么不一样 他们反而其实很让我记得 我自己的成长 在日本杂谎第一天 我就跟这些年轻人分享了 我自己是怎么长大的 我从小在香港就不认为是个比较乖的小孩 很会念书 所以就一直考大学 拿奖学金之类的 可是呢到中学的时候 我有一段 因为突然找了女朋友 就被学校看成是一类 然后就打成是有点点坏 然后又找我的家人来谈啊 干嘛干嘛 差点我连中学都没办法念完 就是在这个好跟坏的 这个两极里头 培回 所以对这个事情 有一点点精力 有一点点思考 我在孩子身上 就好像看到 我自己的长成 我的童年 而且看到 要是我那个时候的老师 跟他们碰到的老师一样 那么狠的话 可能呢 我跟他们完全走一样了 孩子觉得还愿意跟我沟通 可能就是因为 我没有特别地觉得 他们有多特殊 他们有多特利 而是反而很自然地 就站在他们的位置 去了解他们 去感受他们 而且也觉得 可能他们都有点平常 跟我跟你都有点像 也没有特别要去走正他们 去判断他们 或者去理解他们 要是这个片子呢 只是关于一个 两个 三个年轻人 然后我每几年都去追踪探访啊 这样子都拍的话呢 那观众可能就有一个错觉 因为你很了解这几个人 可是因为我这个片子 是关于十几 二十几个年轻人 所以你一直看下来 你就慢慢地发觉 你在看着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 他们的欲望 他们的想象 他们的过去 他们的未来 他们的感受 都可能跟你们看到的家人 你们的学生 你们平常接触的年轻人 有点像 我这个片子 呈现了一个 有点奇特的降丽 就是你还没有看之前 你听这个题材 你觉得有点劲爆了 在主流媒体 不是那么容易看到 可是你听着 你看着片子的时候 你突然会发现 完蛋了 为什么只是小孩 都怎么普通呢 就是在这个劲爆跟普通之间 它有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 是我希望观众能够 从我的剪接 慢慢地思考 慢慢去感受的 从他们的独白里头 可能你会看到 每一个人 其实都要做好人的欲望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要做好人的条件 我们每一个人的出身 肤色 种族 性别 教育 家庭 性倾向 可能都决定了 你能不能做得成一个好人 所以在不同的国家 我放这个片子 有一些观众看完 都会开始要跟我讲 他们自己在学校 在家庭里头 会看到的孩子 跟我片子里头的 女生孩子有多像 然后有一些年轻的观众 尤其会跟我开始讲 他们自己成长的难 他们的孤独 尤其是跟成年人沟通的困难 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看到 这些孩子呢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以为他们有点特殊 其实特例 可是一个案子 一个创作 一个纪录片 要是能够从一些特例 甚至于是从一些 比较极端的例子出发 可是让观众最后看完 觉得有点喜成相思的 我希望这个案子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意义的 我们的基本主义社会 是一个很贪心厌旧的社会 也把我们训练成一种 非常贪心厌旧的人类 我们每一个人回家看看 我们柜子里头堆着怎么多 我们都忘了 可是买了 买回来就忘了 用完就想丢的 可是又不想丢的 就放在柜子里头 我们完全都不忘了的东西 我们就知道 我们有多贪心厌旧 在这种社会呢 最大的本钱是年轻 这种社会 年轻很贵 我们每个人都指年轻 很短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 我们很快就从 年轻过渡到新井年轻 再过渡到要消费年轻 就是说不断地要去买衍生品 或者是要去做针 这种年轻 变成了我们很多人 花我们一大辈子的生命 绝大部分的生命 去追都追不回来的 有一种大张洞去的感觉的 永远追不回来的 这种欲望对象 所以就是在这种社会 很多成年人 对年轻人有过多的期待 这是你自己做不完的 你很想做的 可是你没有做到的 你就都希望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去帮你做 去帮你去完成你 他们只要不是跟着你的剧本的话呢 他们就都是错的 就是在这种社会 年轻人一爽就得罪了老人 成年人就是看不得年轻人爽 就是在这种社会 成年人其实是对着自己的 青春小鸟一直不回来 然后觉得很不满 他们对年轻人的那种怒恨 其实不是关于年轻人的 是关于他们自己的 是关于成年人 其实很快地就发觉 这是没用了 然后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也很快好像要被学会处理的 这种垃圾一样 那种感觉 所以呢 就把年轻人打成 要不就是想把他们打扁扁 要不呢 就把他们变成欲望的代言 其实有点像 异性恋 常常看到同性恋 就很想把他们揍一顿 要不然呢 就把他们写成是 哇 全世界最美的男 用欲望的代言 欠世与魔鬼的两极 这个有点像 我在这个案子里头 学习了好多东西 我看到这些院子里头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男童院跟女童院里头 两边 他们好像跟我的互动 都觉得我的性别跟他们有点像 两边 男童院跟女童院 他们在一个单性的空间里头生活 就是 他们自己同性之间 互相勾引 弹情 一点都没问题 好像就是他们生活情绪 或者是学习成长的一部分 我学习到所谓的性别 所谓的情情向 其实不是 从来就不是 铁板一块 不是一个所谓什么固定的身份 而是其实是一种流动的关系 它是不断地可以转的 我们年轻人长大的时候 本来就是这样子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 说过多的媒体 造坏了小孩 媒体一定都是不好的 所以小孩 消费了媒体 就一样 小孩就学坏了 我在这个案子里头 却学习到一些更多的东西 就是 没错 现在的主流媒体呢 要不就是把小孩写成是色欲横流 很喜欢把小孩作为一种主题来发挥 把它们写得很烂 要不就是麻木不仁 整天要搞坏了这个社会 要不就是无伤残杀 要不就是随时会变种 变成一种另类 异类 要不就是他们无伤残杀 危害社会 要不就是他们想自杀 可是我在年轻人 他们消费这些媒体的过程里头 我就看到了 其实年轻人非常需要这些媒体 真正行为 我们的社会 其实不让他们很多平台 有很多表达的出口 他们透过消费媒体 跟媒体互动 就能够有一线空间 让他们能表达 他们成长的那个愿 那个不舒服 他们能够所谓的talk back 对那个成人世界 表达他们的不满 他们也在表达 他们的不舒服 这些媒体一方面是成年人 写年轻人 然后用这种写法来流露 有成年人对没办法控制小孩的 那种恐惧跟度恨 一方面呢 也提供了一种逃生门 给很多没办法表达自我 没办法在其他空间里头表达的小孩 表达自我的 舒舒服服的 自自在在的 能够看到自己思考自身的一个过程 子录片 怎么能够除了是让观众看到屏幕上的 思考感受屏幕上的东西以外 也同时能够思考自己跟屏幕的关系 然后也能够思考 就是自己的一些观影习惯啊 或者是价值观的呢 这个是我自己对自己过去十几年最大的功课 也是一直推动我创作 一直推动我走下去的原因 我今天在这个窗口 在这个逃生门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